另外,花莲市市长杯七弹锦标赛 历经了56场的激战之后 优胜名单出炉 公开组是由高三清获得了冠军 而国中小组则是由宜昌国中的赖嘎帮 拿下了冠军 市长魏嘉贤表示 透过七弹赛事的活动 除了让各队的成员 能够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之外 也希望能在花莲培养出 国家队的专业人才 哨音异响 选手们迅速就战斗位置准备攻击 现场强龄弹雨 让人看得紧张又刺激 这是花莲市公所与七弹委员会 合作办理的第三届花莲市市长杯七弹锦标赛 从30号下午开始一连两天 在吉安乡詹姆市七弹场火热开打 这场赛事 自分为公开组及国中小组 总计有30队与200位选手 在场中藉由分组进行对抗 模拟战场实境 那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很多单位项目都在今天跟明天 同样一个时间办比赛 所以这个 报名的对数可能没有像以往这么多 但是 今年我们有很奇特性 今年我们有外国团体也来参加我们的报名 这是我们 推广的效果的一个成功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七弹游戏的过程里面是非常刺激 又要有团队作战的一个精神 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不同的嗜好 我们花园司公所跟市民代表会都会全力的来举办相关有趣好玩的活动 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个资讯的话 都可以来参加花园司公所 或者花园司公所来委托办理的几个赛事 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 经过56场激战后 游戏名单终于出炉 公开组是由高山清获得冠军 而国中小组则是由一仓国中赖嘎帮拿下冠军 市长维嘉賢表示 透过期待赛事的活动 除了让各队成员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之外 也希望能在花园培养出国家队的专业人才 记者 徐立芹 简单相报导